好一次调整六位部长级阁员的职务算是蛮大幅度的耕动 而外界解读其实这回耕动是以马英九总统为首 集结了有行政院院长江一华 前行政院院长刘兆玄 以及新北市长朱立伦各方势力的兵马而完成的 所以后马时代的权力布局可以说是现在完全入列了 但不管如何大家在解读的时候还是认为 纵使有大家的一个重置就是集合了大家的意志 不过马总统主导的成分还是居多 因为其中很多都是属于他的老部署